神坛粉砖留言被灌爆 有人诅咒全家死 还有人到Google评论 呛下要过去把宫庙烧掉 要把黄欣负责人一枪打死 地图上神坛的名称 五玄坛也被网友改成玄武汤 欢上圣母 大批网友灌爆神坛粉砖 还留言恐吓 神坛将粉砖暂时关闭 是正派还是反派的讯息太多 看这些看得很累 所以才把它关掉 一切都要从前一天说起 台南的神坛让两尊大神和婚 还公布大喜的海报 要到妈祖庙会乡 信徒以为 入耳门天后宫要帮忙证婚 让庙方很困扰 大妈妈不是 我来的三妈妈 是婚姻 所以你们两个合婚 是你们两个的事情 前一天高调宣布 关公跟妈祖合婚 甚至还贯夫姓的神坛 遭不少信徒炮轰 而现在又被翻出了 一张服务项目表 项目还有价格又引发正义 就是这张海报 让网友一堆问号 神坛处理进车 还分新车跟事故车 不同收费 还有夜间卡因 急诊基本费600元 大人小孩化结煞 还有轻中重之分 价格也不同 通灵则要2万元 应该一般的话 就是去庙里求个平安符 然后就挂车上 是事故车的话 可能就是消灾结厄 消费金额其实蛮高的 而且你也不保证他 是不是就是行程则令 如果上面有一些 我们看不到的不好的磁场 我们要用更多的材料 去做这件进化的事情 有价目表 其实也能够避免纠纷 只是这间神坛 前一天还在粉砖说 神明想做的事 不需酸民键盘手干涉 请大家误造口液 但因为神明的和婚会相事件 粉砖被恐吓 骂到关闭 也是石料未及 东森新闻 吴国珍 黄小奇 在台南的采访报道